刚才我们提到了 后章法作业 你是不是要铺放预留的孔道 那好 关于预应力预留的孔道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孔道要采用定位钢筋 牢固的定位于设计位置 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动 不能 所以这话我要定位筋 给你将其固定 防止你左右的移动 防止你上下的浮动 金属管道接头 应该采用套管连接 连接套管 也采用大一个直径型号的 同类管道 且应与金属管道 风管严密 什么意思 连接套管应该采用 大一个直径型号的同类套管 这不套管吗 它俩之间连接的部位 是大一个直径型号 管道应该留有亚将口 一将口 两个口了 曲线的孔道 波峰部位应该留有排气 最低的部位留有排水 四个孔一个一个的来梳理 都找到它在哪呢 第一个先说排气 我问各位同学 气是往高处走 还是往低处走 高端顶气 气往高处走 所以我们在最高点的地方 要设置排气 那哪呢 波峰就是最高点 排气口 水呢 水往低处流 所以在最低端 我们是留排水的 这一点啊 同用的 你后面包括我们到了 第五个章节 学燃气管道附属设备的时候 说我们有放散管 有凝水缸 它俩都在燃气管道的哪个位置 你首先证明 它俩一个是排气的 一个是排水的 那凝水缸是排水的 一定是在燃气管道最低端 那放散管是排气的 一定是在燃气管道的最高点 高端走气 低端排水 那对于亚江孔 还有一江孔来说 在哪呢 亚江孔 各位同学 咱们看见没看见呢 看见了在哪呢 两体的端部 一端是啥 是不是锚电板 那个锚电板的身上 就是灌江孔 灌江不就是亚江吗 那我知道了 亚江孔在两体一端 锚电板之上 那说一江孔呢 你这边灌江 进去 这边流出来 所以在两体的另一端 一面灌 一面一 灌江孔 一江孔 所以四个孔 我们全都找出来了 考过没有 曾经我们在 是 16年 一键的案例题当中 出现过 那题太简单了 问我们排气孔 排水孔 分别设置在哪里 那还不简单吗 第四个点 管道安装就位之后 立即通通检查 发现 堵塞的应该及时的疏通 管道经过检查 合格之后 应该及时的将 两个端面 将其端面 给它封堵 防止杂窝 进入 这是我们的预留 孔道 然后没有浇混凝土的时候 你就不能封堵 你浇完了混凝土 也不能给它封堵 啥意思啊 就是你不能有杂物 进入将其封堵 是这个意思 那说东老师 你不告诉你 端面封堵吗 其实这个点可以这样来理解 这个封堵 就避免杂物进入 而我刚才说的封堵 应该说是啥呀 堵塞 不管你浇没浇混凝土 这孔道都不能堵塞 就是防止杂物进入 管道安装之后 需要在其附近 进行焊接作业的时候 必须对管道 采取保护措施 就是你焊接作业 不要伤害我们预留的孔道 预应力金的安装 刚才我们强调过这个点了 哪个点 这是预留的孔道 你可以将金窜过来 焦混凝土 这是预留的孔道 你焦混凝土 再窜金 这都可以 两种作业方式都行 不是说了吗 先窜后窖 先焦后窜 这个没啥说的 第三点 混凝土采用做蒸汽养护的时候 养护期内 能不能够窜入 预应力金 啥意思 预留孔道 焦住混凝土 这个混凝土 焦完要做养护 我用的是蒸汽养护 这个蒸汽养护的时候 你的金窜过去没有 预应力金窜过去没有 没有 说为啥没有啊 蒸汽养护 说了产生水气 容易造成我们 金的腐蚀和生锈 那你的金和腐蚀 生锈了 影响不影响到 日后的抗拉强度 影响 所以很容易被拉断 造成事故 因此在蒸汽养护的时候 你是不能窜金的 当然有同学会问 董老师 我们一般情况下 什么时候做蒸汽养护呢 为了追求 或者叫加快施工进度的时候 我们多数情况下 采用的是蒸汽养护 第四点 穿速之后至孔道亚浆完成 告诉我们 控制在下列时间内 那这里面请注意看啊 穿速之后是哪一步啊 这是呢 预留的孔道 胶筑混凝土 穿金 穿完金了干嘛 蒸汽 然后是 毛固 毛固就是定着 然后是压浆 所以蒸汽 毛固压浆 这系列过程 控制在多少时间以内呢 七天 十五天 二十天 那我究竟是多少天 看哪个指标 看空气湿度 那 所以当我们空气湿度 大于百分之七十 那是七天 所以这块是百分之七十 空气湿度 百分之四十 到百分之七十 是十五天 空气湿度小于百分之四十 那是二十天 所以这个点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三个轴线段 你呢 都是七的倍数 那都是七的倍数 多少天呢 七天 十四天 二十一天 中间这块比较特殊 它呢 要多一天 变成十五天 那你这一天 从哪来的 哎 从前面借来的 所以前面就变成了二十天 这不就可以了吗 这种学习方法 它就拿下了吗 这个点 好了 都是七的倍数 但是中间呢 我们要要求多一天 从前面借来的 下面这个点 告诉我们 张拉 混凝土的强度 你得符合设计要求 那设计没有要求呢 不得低于强度设计值的 百分之七十五 且应该将限制位移的摸板 拆除之后 放到进行张拉 几个百分之七十五了 两个了 哪两个 先张法当中 说你那个混凝土的强度 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五 我那个基因是 放张 后张法 混凝土强度 达到我们设计值的百分之七十五 是进行张拉作业 所以这两个点 注意区别 曲线级 或者是长度 大于等于 二十五米的直线级 那都是采用两端 做张拉 而长度小于二十五米呢 这时候可在一端张拉 同一个截面当中 有多数一端张拉的运营利金 那么这个张拉端呢 应该均约交错的 设置在结构的两端 再来看 涉及到张拉的顺序 运营利金的张拉顺序 是不是想怎么张拉 就怎么张拉 不是 应该是符合设计要求 当设计没有要求的时候 是分批 分阶段 注意 是对称张拉 一先中间 后上下或两侧 那好吧 在这块 我给出几个金 这个金的代号是A 上面这块有两个金 代号是B 下面有两个金 代号是C C 然后呢 这边有两个金 代号是E 这块有两个金 代号是F 好了 一个大两体 来 你告诉我 我在张拉的时候 张拉顺序 用英文字母 你给我表示表示 多长 这张拉顺序怎么写 张拉顺序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没有要求呢 开始就给我写这句话 首先你要满足的一定是 对称张拉 所以说当我们这个张拉的时候 对称 怎么个对称 先张拉哪一根 先中间 所以先张拉的是A A 当然A一定是对称的 这两边就结束了 然后E 先中间 后上下 接下来就是B 然后是C 再然后呢 两边的E 要做对称张拉 E F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先中间 后上下 两侧 对称张拉 关于孔道亚江 张拉完 亚江 张拉之后 即时的进行孔道亚江 多跨连续 有连接器的 预应利金 孔道 张拉完一段是 灌注一段 对于连接器 我们有多根的 多根的 还有啥呀 单根的连接器 孔道亚江 我究竟用的是什么材料呢 注意啊 是水泥江 关于水泥江这个点 我们前面提到过一个知识点 也是用到了水泥江 请问是哪一个点 我说东老师呢 我不记得了 有没有这样一个知识点 运输当中 活命土运输当中 摊落度损失 那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往里面加减水计 或者是同配比的水泥江 那这里面我们孔道亚江 也是加啥 水泥江 水泥江的强度 要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没有要求的时候 不得低于30兆帕 亚江之后 应该从检查口 抽查亚江的密实情况 如果有不密实的及时处理 亚江作业 每一个工作班 又留取不少于 三组的市块 标养多少天 28天 我问你 用哪个指标 去评价我们水泥江的质量 说东老师哪个指标 等个这个知识点呢 这个其实我就不想再讲了 讲的次数已经太多太多了 我就一问你 应该张口就来 这是第几个章节 这不是道路工程了 这是桥梁工程 桥梁工程当中 涉及到的混凝土 强度指标 那不就是抗压吗 所以以其抗压强度 作为了水泥江 质量的评定依据 对吧 亚江当中 亚江后的48小时内 混凝土的温度 不得低于5摄氏度 否则应该采取 你温度低 当然得保温了 你人冷了 还得穿羽绒服呢 一个道理吗 白天气温 高于35摄氏度 亚江我们在 夜间进行 埋设在结构内的某具 亚江之后要干嘛 亚江之后应该 及时的交注 封某的混凝土 对于你的某夹具来说呀 其实它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 像我刚才画的那个图 这是预留的孔道 浇住了混凝土 然后窜金张拉亚江 这某夹具呀 属于突出于两体 两体不到这儿吗 你这某夹具不突出了吗 这是突出式的 给它封住了 还有一种是啥呀 像这种的 凹形的 凹进去了 两体的端面 凹进去的 风毛不风毛 你不管是突出的 还是凹进去的 都得做风毛工作 像我凹进去的这种啊 你还不能够直接 就说 我把混凝土往上一灌 给你封住了就得了 还应该做啥呢 对于这个某夹具 这个内凹形的 你还应该给我做防水 说怎么做的防水 上涂料啊 给我涂上 聚氨纸的防水涂料 然后再给我放上 网片金 然后再来浇住混凝土 这是风毛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风毛混凝土 强度等级 应该符合涉及要求 不宜低于 结构混凝土 强度等级的 百分之二 八十 切不得低于 三十兆胖 那这个点 请注意啊 我给你出个题 咋出的呢 这个图 同学们都看懂了吧 玉柳孔道 胶筑混凝土 川金 张老 毛布 亚江风毛 这两体的混凝土 它的标号是 C30 现在问你 说你这风毛 混凝土 标号 最低用哪一个 好了 你现在开始做这个题 说东老师 混凝土的标号 一共有多少个呢 我给同学们梳理一下 混凝土的标号啊 咱们按照目前 市政现有规范来说 那是十四个 哪十四个呢 是从 注意啊 C15 打底 五兆帕一个等级 那就是C20 C25 依此类推 到多少啊 一共十四个 那就到C80 你看是不是十四个呀 哎 五兆帕一个等级啊 现在 当然了 现在也有比这个C80 强度更高的了啊 更高强度的混凝土 也有了 两体的混凝土 标号是C30 它说我们风毛的时候 不应该低于你结构 混凝土强度等级的 80% 那好吧 不低于你的80% C30的80% 那这个位置得用多少 这个位置得用C24啊 有没有C24的标号 没有 那最低的是C25 但是他又告诉我们一件事 什么事 切不得低于 30兆帕 所以呢 能不能用C25了 不能 用谁 C30 解决没有 解决了 这就可以了 那反过来再出一个题 说我这两体的混凝土标号 是C40的 那你告诉我 风毛的时候用哪一个 C40是吧 那风毛混凝土 不低于你结构 C40的80% 这个位置是C32 有C32这个标号没有 没有 那最低得用 C35 这题你会做了没有 应该能会了 咱们讲了两个例题 孔道内的水泥浆强度 达到设计要求之后 方可 掉移 预知的构件 设计位要求时 应该不低于沙江设计强度的75% 又来一个75% 各位同学 这是我为大家做的数字总结 听好一句话 咱们前面讲课当中 我跟同学们交流过 我说在考试的这个卷子当中 涉及到考数字的问题 很少很少 而且考出来的数字 几乎都是我们平时能够经常接触到的 你比如说这些数字 就是经常能够接触到的 我说董老师 这些数字我记不住 其实根本不是你死记硬背下来的 就像我所说 应该是以理解为主 一遍一遍的重复的去学习 当你重复的次数多了 这些数字的知识点 自然而然印到脑海当中了 所以你不要刻意的去背这张表格 多看就了解了 这个数字有三个75% 一个80%两个30兆胖 只有一个是来自于先章法的数字 其余的数字都是出现在了 后章法作业当中 那这里面先章法75% 是说强度达到了75% 干嘛 你可以进行放张了 那就是减断 那其余的都是后章了 后章的75%是达到了 就是火灵土强度啊 达到75% 可以进行张拉 孔道的水泥浆强度达到75% 可以这个钓移构建 一个80% 刚才讲完了 风卯的火灵土 这个强度是不低于结构 火灵土强度等级的80% 结构就是两体 且不低于30兆胖 这是一个30兆胖 后章当中还有一个30兆胖 那就是孔道亚江的水泥浆 强度不低于30兆胖 总结完毕 这张表格注意啊 不要死经背 一定要多理解 那么关于选择题 来看一看 设计强度C50的 预应力混凝土 连续量张拉的时候 混凝土的强度 最低达到多少兆胖 注意啊 这不是问你 混凝土的标号 这是问你应该 达到多大的兆胖之后 可以进行张拉作业 你设计强度C50 那就50兆胖 那混凝土强度 你最低是75%啊 C50的75% 是不是37.5兆胖呀 所以这题答案选择第二个 你不要给我选择第三个 那是说混凝土用哪个标号 而不是说混凝土达到多少兆胖 注意选择第二个 采用常规亚浆工艺的后章法 预应力混凝土粮施工当中 曲线预应力孔道最低部位 第一端是走水 所以是排水孔 选择第四个 关于预应力钢脚线 孔道压浆的说法 错误的是 他说钢脚线张拉完成之后 要及时的对管道进行压浆 正确不 感觉没问题呀 压浆之前 应该对管道进行清理 没问题呀 干净清洁 预埋的排水孔排气孔 所以你这主要的作用啊 是用于管道清理使用 我预留出来的排气和排水孔 是清理管道用的吗 不是 是干嘛用的 是网处顶气的 你那管道里面都是气体顶着 你气体排不出去 我的浆液能灌进去不能 不能 所以那就是啥 网处顶气的 那这里面的说法 错的就是第三个 亚浆使用的水浆浆强度 不得低于30兆胖 没问题 所以错是第三个 我们继续来讲解 往回讲了 最开始我们讲的是施工 然后又往回讲 预应力混凝土的配置浇注 然后再往回讲 涉及到检验批了 预应力混凝土 优先采用硅酸岩水泥 普通硅酸岩水泥 不宜使用矿渣硅酸岩水泥 不得使用火山灰纸 或者是粉煤灰 硅酸岩水泥 说这几个你为啥就不能用呢 这几个呀 这几种水泥会致使我们的混凝土 徐变增大 有同学又会问了 什么叫徐变 这是的吗 混凝土在核载的长期作用之下 所产生的变形 所以你要是理解不了 其实这两个点都可以删了 用一句话来概括 什么 混凝土开裂 就是说 你用到了这几种水泥 会致使混凝土出现日后的开裂 那用不用啊 不用 这就结束了吗 混凝土当中的水泥用量 不宜大于550千克每立方米 从各种材料引入混凝土当中的绿离子 最大含量 不能够超过水泥用量的0.06% 这个点啊 我们是可以作为案例题来准备的 当年我们考试的时候 是做案例题准备 结果案例题没考 考了个啥呀 选择题 这选择题也行二分 所以如果是案例题的话 那这题三个点的啊 一个最起码得一分了 那考试当中我们会出现这样的点 背景资料当中 说事件一 经过检测啊 经过我们这个测验 绿离子已经达到了水泥用量的0.1% 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 采取哪些处理措施 其实就是防锈措施 第一个点 参加阻锈剂 第二 增加保护层厚多 提高混凝土 密实度啊 这样的防锈措施 三个点啊 对于仙张构架 应该避免 振动器 去碰撞 御婴立金 仙张当中 我们是先把金给张拉了 然后浇注混凝土 混凝土浇注完 你是不是得做震倒工作呀 你的震倒棒能不能去触碰 御婴立金呢 不能 这点理解了 那你告诉我 后张法不能碰谁 后张法你碰不到金 这是预留的孔道 浇注混凝土 有金 你的震倒棒不应该触碰这个 这是啥 预留的孔道 真的吗 后张避免去碰撞孔道